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几年前是我自己主动找到Lin的 因为他在国际教育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专家 18年的从业经验帮助了无数的华人的孩子进入了美国的名校 Lin非常高兴认识您 我知道您是有18年的国际教育的一个经验 那么现在又加入了Kevin徐的这样一个地产团队 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选题 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和房产相结合的教育一期节目 我们知道很多的华人落户在纽约 他们不仅有买房的需求 同时也要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考量 所以很多教育的问题就和房产实际上是相连的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纽约也有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区别 这两个教育体系在你的眼里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是这样子 私立学校它有非常好的教育课程和师资 而且又是小班教学 所以说更注重于个性化的发展 那么它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这些学校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说他们在学生 尤其在九年级的时候 都会配备非常好的指导员 配合他们一起怎么样来申请 就是今后来申请名校 那么基本上 公立学校来讲 就可能支援来讲 就没有这么多 因为它有很多的学生 不可能考虑到个别的学生来申请 那么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差点 对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在纽约 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很好的一些公立的学校 而且也是要考进去的 但是公立学校基本上来讲 就是你必须是当地的居民 对 是不是才可以上公立学校 而且要住在它所辖的区域内 是的 那私立学校来说的话 是不是它也可以招收国际的学生 这个国际的学生的概念来讲 私立学校它是可以招收国际学生 公立学校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私立学校 都可以招收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的概念 就是说学校可以sponsor他的I-20 所以他就可以拿这个去申请学生签证 那么如果说 就家长在这 他有合法的身份 比方说学生身份 或者是H-1B身份 或者是L-1的这个接触人才身份 那么这些的家长 他们的孩子都可以申请公立学校 并且也可以申请私立学校 不需要再申请学生签证 那么B-1B-2 你就旅游的话呢 就不可以了 就不可以了 是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focus在私立学校这方面 因为纽约的这个私立教育 可以说是非常发达 对 很多人我想移居到纽约 他们如果为子女未来考量的话 可能很多也是冲着这一点 对 在我咨询的客户里面就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 我有一些客户 我就已经介绍给Ling了 所以先找你买房 同学们 对 我的孩子要上私立学校 对 对 所以Ling在这方面 可能很多的一些知识 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知道 就纽约的私立学校实际上是很多的 是的 你是不是今天精挑了几个私立学校 给大家分享 是的 今天呢 我们会来介绍三所顶级的学校 那么其中呢 一所就是Trinity School 就是在上西区 对 在上西区 那么它这个是顶尖学校 是纽约No.1 全美No.8 的学校 那么它招收的学生呢 从Kindergarten到12年级 也就是从5岁到12年级 招收的学生 那么这个学校 它学生的毕业 基本上是在4%到50 进入到成春藤学校 80%以上进到Top50学校 那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 包括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呀 还有那个体育明星 就是Trump的女儿 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OK 你说的是那个 一广堂 一广堂 他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对 我想很多的一些华人 在纽约落户 他把孩子送到这个私立学校 应该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冲着未来 对 能够进入名校 长春的名校 是的 那Trinity来说的话 从他教育方面来讲的话 你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非常好的 最优秀的老师资 最先进的教学设备 以及最科学的教学体系 所以他才能够培养出 这么杰出的学生 当然了 学生是非常优秀 所以他是非常 选择学生的时候 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他是从五岁吧 那么Kindergarten 基本上说 最大的招生的人数 就是五岁开始 就选拔人才 对 一直到12年级 所以中间来讲呢 只是说个别的学生啊 他可能for some reason 就离开了 所以就可以有这个空缺 才有这么非常少的 学生的位置 那么另外一个招生的 就比较多的人数是9年级 那么9年级高中的第一年 所以他会 也不会有很多学生 大概也就65名学生左右吧 也就是有60多个名额 在高中还可以进去 有这个机会 是的 五岁的还是入学 Kindergarten 他是因为是不需要考试的 他没有就是standardized的考试 但是他对这个学生 家长 考家长 他有个叫 Thinking T and E 叫Thinking and Engagement 也就是说是 Thinking和你的执行力 的这样一个考量 他不要你说 要教他怎么去准备 就是说学生是非常比较Random的 就是让他来回答 就是看他本身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对不对 并不是一个知识化的一种题目 是的 所以要看这个孩子的整个的反应 而且还要录一个 大概60秒的视频 这个视频你不可以用专业人员来拍的 就不能像我们这样的来拍 那么他就是孩子 就是在玩耍的过程中 就是说有自己的一个游戏 或者在室外 就让他自己 这种非常natural 就是自然的表现 有60分钟 你必须要送给学校 有些学生还要他的前面几年级的 Pre-K的这个成绩单 直接从学校对学校 对 从Nursery School就开始了 是的 私立学校来说的话 应该讲 它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教育 是 他更多希望孩子能够挖掘 他自身的一些潜力 对 你说很多私校培养的是思想家 是未来的一个领袖 对 和商业的一种奇才 对不对 是往这方面 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潜力 那家长应该让他这个潜力得到发挥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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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是不是很有启发 对 我已经带我的孩子在 Trinity School 门口撞 OK 就是以后要进入这个校门 我跟他说了 OK 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Trinity 你该说的是在上西城 90亿街 对 那个地段来说的话 对 也是上西城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 对 对 对 那很多家长会考虑说 那以后如果有机会进入这个学校 是不是希望也在这个附近 对 能够找到一个居所 对 那实际上在这个附近来说 Kevin 是不是还是有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住房资源 对 我们前不久刚拍过一期节目 就是专门讲上西区 对 然后呢 我今天想着重就介绍一个新楼盘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买家咨询 都是咨询新楼盘 因为能够有能力送孩子上私校的 预算其实也不差 基本上200到400万之间 这个楼盘呢叫做Westly 对 这个楼盘的话跟Trinity就在同一条街上 哇 走路就两条街就可以去五分钟走路 所以非常的近 那其实这个楼盘去年就已经上市了 这个大楼的规模并没有很大 一共就20层 52户 然后楼顶有一个非常绝美的一个露天泳池 还有这个室内的健身房 24小时的门位 管家服务 宠物的这个洗书台 儿童的这个游乐房 图书馆 自行车储存室 然后房价方面来讲呢 大部分都是大户型 两居十七 这个就非常符合这个上西区的家庭 两房三房四房 两房的话基本是两百六十几万 三房的话是四百五十万左右 四房是六百万 两居室至少都有一千两百五十平尺 这样子 是 对 所以确实来说的话 教育和房产总是相结合的 对 令你介绍的第二个私立学校 你会推荐哪一个 我会推荐 Chelsea 地区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它叫Avenues The World School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校 它是建在2012年 2012年的学校 那么它在深圳也有 中国的深圳 中国的深圳 它有这个分校 对 分校 它的理念是这样的 一个学校 多个校区 大家共享所有的课程和理念 这个非常好 而且一个学校 就是被一个学校录取了 那么它可以到任何一个学校 也就是说 明白了 如果在深圳被录取到这个学校 有机会就可以来 纽约的本校 是的 所以这样的话 就省了家长很多的事情 这真的是一个家长们的一个福音 那么这个学校呢 它也是非常的棒 它是STEM 就是说科学 就是这一方面是非常出色 STEM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它是在这一方面 是非常的强 而且是排前面几位的 现在也是有非常多的学生 进入到长城的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呢 就相对应该来讲呢 它的admission 会要比Trinity 可能要会 还是会比较好近一点 那它是从两年级 二年级 哦 二年级开始 I'm sorry 从这个两岁 两岁 Nursery School 就开始了 两岁到十二年级 而且它有一个特色 是双语 对 它是有Chinese No Spanish Spanish Chinese 所以它的这种语言的 它是叫沉浸式的培养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孩子 在公里高中学的 学一点 第二语言 对第二语言 就学一点点 对吧 就好多孩子在这出生的 中文都不太会说 它完全是沉浸式的 也就是你在校园里边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语言 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对 所以为什么说 就是很多华人知道 因为它的 中文的教学 是它的一个必须的 一个学习的语言 对 所以它是要培养 世界级的领袖 那这个学校 你说从两岁开始去录学 那这个到底又是怎么样 一个招生的一个标准呢 它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特殊的呢 就是叫做 The First Round Admission 那什么叫First Round 就像我们申请大学一样的 Early Decision 那么它这个时间段 它可能会比那个 基本上的 通常来讲要好 就是要提前一点 那么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就认为 Evenue School 是我想申请的学校 就是我第一选择是它 那么他们的 什么叫职工的孩子呀 还有一些 那些已经在市里面上学的 这些孩子的 Brothers Sisters 他们基本上都是申请 就是选择这个 First Round 所以这个就是Priority OK明白 对 那如果说你被他给录取了 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就推掉了 是这样子 就跟大学一样的 对吧 你First Choice 你就必须得去算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 不同的招生方式 他们每年招生来讲呢 现在他们的学生有1750个学生 还是挺多的 在全世界 没有 在你占有约 有约 但它不是Boarding School OK 这个学校是很大 非常大 那发展的太快了 就十年时间 从750个学生 一直现在发展了1750个学生 所以说这个学校 而且很多的学生 都是进入到 长城的学校 这个学校 对家长的财力方面 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基本上就是5万多吧 也是差不多 5万多 对 但是都是走都学生 他们有博物的 就是没有办法 住在学校 有学生宿舍 是 那还是要在 这个学校的周围找房子 对 那这个又实际到Kevin了 对 这个学校就在 就在Chelsea 对 靠着Hassen Yards 非常的近 对 那Hassen Yards 我们大家其实已经很熟悉 有15号Hassen Yards 35号Hassen Yards 都是纽约最顶级的楼盘 瑞联集团开发的 然后这个 我这两个楼盘的首发室 我其实我都有参加 16年那个时候呢 15号Hassen Yards 刚一开盘 第一天14套一居室 全部一抢而空吧 后来我的客户 想要买一房 开发商就 说就没有房子了 对 然后呢 现在好像有两套 一居室 resale放到市场上来 起价也是255万 然后三年以后 35号Hassen Yards 也推向了市场 它的定价更贵 大概是500万美金 两居室起 但它的size也更大 它的两居室 都是1500平尺 然后它是坐落在这个 一个叫Equinox Hotel的上方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世界顶级的 最好的健身房 有6万平尺的设施 然后还有高档餐厅 The Tavern 所以很多名人富豪 名人明星 都经常在那个地方光顾 对 因为Evno这个学校来说 你该介绍 非常靠近这个Hassen Yards 但实际上它的后面 就是High Line High Line 对不对 高线公园 高线公园上面 现在也有很多 一些新的一些楼盘 对 很有特色 对 另外一个楼盘 我想推荐的是 The Lantern House The Davern School呢 就在十大道 再往南走 大概十个block 就是Lantern House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 这个楼盘也很适合 去 我们中文把它叫做 灯笼大厦 对 灯笼大厦 它就两个楼 坐落在高线公园的两边 它的设计师是设计 Hassen Yards这个大松果 The Vessel的同一个designer Thomas Hazelik 英国的一个建筑器材 我带客户去看这个楼的时候呢 客户就跟我说 他觉得走进来 像一个高档的度假酒店的感觉 然后呢 两居室也是两百多万 这样的起价 对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 其实是高线公园附近 房地产发展得非常好 有很多世界一流的设计师 对 在那个地方留下他们的建筑作品 对 Chelsea本来就是一个艺术 全世界的艺术家 汇聚的这样的地方 从十大道和十一大道 十九阶到二十九阶之间 有四百多个顶级的Gallery 这是世界级的艺术殿堂 对 而且尤其是入读在这个Avenue的这样国际学校 两岁就要去学校上学 这家长绝对要在附近找房子 他不可能有一个长途的这样的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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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确实来说的话 这个私立教育始终是整个纽约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纽约 就是因为纽约提供了很多的资源的机会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对不对 那如果再往南边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些私立学校 也值得推荐 在下层部分 对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有非常独特的学校 而且是唯一的技术学校 那就是Le Mans Manhattan 就是雷蒙 雷蒙 雷蒙 对 这个学校呢 是2005年建的 也是比较新的 但是它具体是在哪一个地点 它是在 它有两个校区 我跟Kevin还去 对 我们上个星期 其实刚刚tour过一次 它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初中部 高中部 从6年级到12年级 是在Morris First Morris 就是Nick Street 然后它这边 这个校区有600学生 那么另外一个校区呢 就是Broad 对 Broad Street 金融中心的最中心 对 华尔街 这个校区 它是从两岁到 也是一样的 从两岁到五年级 Kindergarten Pre-K到K 那么 这里有300学生 他还会小 所以说Kevin 可以说那小孩子 他是16个月 就可以有program 对 我去 才去tour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的孩子 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申请了 哇 真的是 我今天真的是大吃一惊 私立学校 是这么早就要进入 就要开始 对 他就从小孩 从小开始精英教育 对 那这个学校 令我插一句 你该说 它是唯一的 是不是唯一的 就是它有住宿宿舍提供的 对 那小baby要住在 没有 这个部分吗 那不用吧 它是就9年级到12年级 9年级的 你刚才讲高中部的学生 它是可以提供住宿的 是的 高中部的学生 因为有的学生 可能 一部分是来自国外 它有大概100名学生 是国际学生 那么来自世界20个国家 其中有16位学生 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他们的 就是我们也去参观了 就像一个酒店式的 就是豪华酒店 它的dorm在wall street 所以他们就三点吧 一个是离金牛进的学校 morrow street 然后一个就是离牛郊所近的 就brow street 还有一个就是住宿 非常近 而且非常安全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课程设计 IB IB就是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就是国际文凭学校 这个课程是非常受 这个名校所推重 就是如果这个学生是IB IB毕业的 还有IB的证书 那么它的录取率会高得很多 提高 对 这个学校呢 实际上我们也去参加 他们对学生的培养 是全方位的 最重要就是说 他们more focusing on 在金融business 因为它在金融街 对 就在金融街 是 我该就在想说 它设在这个地方 绝对是有意义的 是的 它让孩子从小 耳闻目染在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关键是 他们的家长都是精英 对 很多就是在华尔街工作的 所以它这个学校有一个特色 它高中的11 12年级 这的学生就已经在华尔街实习了 是 他们有 11 12年级 对 他们就可以在德意志银行 对 甚至高盛投行 高盛投行 对 实习 这个就是别的学校是没办法比的 对 这个学校难尽吗 录取率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学校应该还可以 它因为是 它目前有900学生 那么可能是今年 因为去年是因为有疫情 对吧 那么今年他们大概有1000学生 会有 今年9月份入学 就会有1000学生 他们最大容量可以到1200学生 慢慢的这个疫情打开以后 可能会更多的家长送孩子 这个学校它的录取率 我想应该是比tunity要容易多了 应该是会比较容易 但是也是一样的 他们征询非常严格的要求 他也是说是 虽然说我的申请是7号 刚才讲这几个学校的申请点 是非常重要的 你9月6号开始申请 基本上9月6号开始申请 那么到11月的19号 就你的deadline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晚上申请 你要交费用 然后你的supporting的documents 可以extend到January 到1月份 所以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讲的这个都是 提前一年就要开始申请 是为了来年的9月份入学 对 比如说还有 比如说学生上kindergarten 他必须是要 他的birthday cutoff 是August 31st 就是说必须要忙5岁 就是我们有一个家长 他的孩子想过来读这个 但是他的孩子是9月10几号生的 就没有办法 我就跟学校说 他说对不起不可以 他只能上pre4 所以他又没有办法进kindergarten 对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色 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非常的多元化 他有全世界各地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对 那这个招生的这个人员 当时我们在tour的时候 也跟我讲 他说我们学校是全纽约最多元化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学校 可以跟我们相比 如果你去上东 上西区这些顶级的私校 可能他们的学生都是一些 白人的老前家庭的 这些精英阶层的孩子 但是在Lamont 我们是全世界 所以我在参观他们每一个教室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每一个教室的墙上 门上都有写 If you sense any discrimination Please report 对 所以他们对这个反歧视的这个教育 从小就根植在他的脑子里头 而且声援更多元化 使得这些孩子本身来讲 他可以和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交流 就更有一些国际观 他们也有中文课程 他还有法语课程 Spanish课程 而且他们的这个就像刚才讲的 不仅仅说我只是上一点课程 他们可以是熟练的程度 这是非常难得 对 不是倾听点水 对不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有中文班 当时去参加参观的时候 对 是 虽然这个学校是可以 高年级是有boarding的 可以提供宿舍住在里面的 但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家长 想在附近找房 对 金融区的这个房产就很丰富了 对啊 其实如果你在 Lamont上学的话 那其实你的选择 你可以住在金融区 对 你也可以住在附近的炮台公园 有很多住在炮台公园 是的 对 这里可以走路就可以 对 对 还有比如说Trabacca 也有一些家长会送孩子 对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区 像炮台公园 你也介绍过 对 我们曾经做过节目 Trabacca也做过节目 对 金融区的话 我想介绍一个新楼盘 是我们公司独家带领的 One Wall Street 对 我们最近也去参观过这个楼盘 1931年的一个历史性的 Art Deco建筑 那现在是被McLoway Properties 这个很有名的开发商 给它改造成产权公寓 那这个楼盘的规模非常的大 然后高层是有非常壮阔的水景 纽约港的水景 然后楼下的一层会进驻一个 Whole Foods Market 所以其实通过这个楼盘 它也带动周围的其他的地产的增值 因为Whole Foods的进驻 还有包括Lifetime 也会进驻到这个大楼 然后还有包括一个法国的 一个Luxury Retailer 现在还没有公布到底是哪一家 然后大楼还做了Coworking Space 包括还有泳池啊 会所啊 这些标配的曼哈顿的都有 一房一厅 150万就有了 另外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对友谊今后想把孩子 送到这个思虑学校的这些家长 如果看到我们这些节目 你认为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 或者要准备的 是一些什么方面的一些工作 首先呢 我觉得对孩子 就看他的孩子 是申请是哪一个年级 现在的Avenue School和这个Lamont 他们对路学 就是对高中的学生的路学 或者是初中学生的路学 他们现在可以免考试 因为现在疫情嘛 也没办法考试 你知道这个最两个关键的考试 一个就是高中路学考试 还有一个或者是考这个 Independent School Entrance Exam 这两种 Either one 他们现在可以免掉考试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就很多的信息呢 都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会有 就一定要去认真地看他们的网站 那如果说他们也需要的话 也可以就是我们 直接联系你 对 也可以帮助我一些建议 对对对对 所以非常好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的信息 我们只是一个抛装领域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确实可能个别的一些观众 有需求的话 来亲自找你们联系和咨询 可以没有问题 我们非常热议 非常谢谢